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决定骑自行车 因为过去11公里嘛 昨天7、8公里 我想我还是能够扛下来 汉急就是汉急 天天大惊天 大行碧瓜 自立行间替安清佛 应见家 一片佛一纳 我饮作绿酒花 汉月西窗尽弦阳 哇塞 屁股好痛 好累 好痛 这个路 开车也得小心 我实在是不行了 这是个什么狂野之路 我觉得这是我 环球旅行以来 最累的一次旅行 但是呢 又是不一样的体验 穿过了最原始的阿塔卡马 居民村庄 这边也是印加古文化的起源地之一哦 在火星地毛中穿行 一生一次 不知道会不会还有下次 反正也是独特的体验啊 就当自己是在火星上骑行 还有充足的氧气 那边是一个什么施工团队 因为这里也是销石矿的蕴藏地之一 这被火山包围的世界极端的大漠 你看卡文火山 大概50分钟到了月亮谷的入口 然后我以为很快就到了 他说这才是开始 所谓的11公里是从这里开始 11公里 道路还很漫长 我们走吧 哇这路 这个已经算好路了 前面还有那种路 就是像方石块一样 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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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哎呦屁股我都快炸开花了 进入园区不久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条干涸的河床 这里已经有一些独特的火星地貌 显现出来 看这个车子的轮子也够呛 但目前为止呢 和我在新疆 哥伦比亚 还有哪个地方忘记了 看到的这种土林地貌 的感觉是差不多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唯一特别的 还是利坎卡尔火山 哇这条路上 你怎么开 怎么骑 你都能看到利坎卡尔火山 哎我又要说了 好美的火山 我好喜欢它 就是没有人跟我一起去爬这个火山 所以现在无法成团 我的遗大遗憾 看来我还得再来一次咯 嗯 好继续往前走 天哪什么鬼全是上坡 然后陆月走又 就又变成这种沙漠公路 特别难推 真的好难推 你们看 我推都推不到了 我刚刚还说 这里跟我以前见过的 石林土林景观 没有什么两样 看来还是 有两样的 看这个车子 新飘飘的就过去了 我还在推 推不到 我去到硬的地方 越推越往边上推了 真的是沙漠 什么时候到平地或者下坡 算了不要下坡 下坡回来的话更辛苦 这个拖车 这个拖车可以拖我上去吗 哇 这里的土林还真的很不一样 除了有那种刚刚那个 眼睛状的片状的石形 还有这种 像浄漫的血 头血 掉下来的那种感觉 像不像 倒足起肠 继续吧 好像越走越美了 听听这个声音 这个沙子 把宝珍过筋拿出来了 我完全没有办法走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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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足起肠 倒足起肠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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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年金克的土林还真好 我现在是火星人了 哇 你看这种严谨地 人都渗出来了 整个山堤看上去白花花的一片 这是我在其他土林没有见到过的特殊的地貌 好 哇 到了这个公园的尽头了 天哪 让我看看几点钟 1点52 11点 十分开始走的吧 两个半小时左右 其实哦 如果你自驾来的话 这个路还是很近的 而且自驾的话会省很多力气 但是经过我一路骑行上来 这公园还是挺小的 但是真的很漂亮很漂亮 我们现在仅仅还在这个阿德卡马沙漠的 比较神秘的奥秘的 天地的边缘而已 所以 现在是这个 体力上的折磨的过程 可能会让你的身体 你的身心 你的阿德卡马沙漠之旅 显得更有趣味了 这个公园的尽头 跟我的工具合影 刚刚那一位小伙伴 他说要给我拍张照 然后就出来了 这种 从这里拍的 哇 出来了 天哪有神奇 谢谢